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进入我国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奇瑞重返当地后 北汽贝克也计划进入中国市场 据悉新车将在当地CKD组装 和BJ40越野SUV将在我国上市 北汽X55EI是一款CGSUV 在国内被称为魔方 新车售价仅为99,900人民币 折合约RM63,200至153,900人民币 折合约RM97297 价格非常实惠 此外 魔方搭载1.5T四缸涡轮发动机 马力185HP 扭矩305牛米 匹配7速DCT双离合变速箱 综合油耗仅为7.18升100km 此外 北汽魔方无论是外观 内饰 空间 安全 科技装备都非常有中国风 简单来说 它给了你它能提供的一切 而且设计都是高端的 如果将来我国的第一个RM12000 RM13万 相当有竞争力 然后是BJ40 定位越野SUV 我国的对手是即将上市的长城坦克300 中国的售价约为169,900人民币 折合约RM107000 并跃升至20,500人民币 折合约RM127000 顶配车型采用2.3T四缸涡轮发动机 匹配6R变速箱 配备差速锁加次WD四驱系统 马力227HP 牛举345牛米 外观十分硬朗 内饰工艺也不错 无需担心空间问题 毕竟它是一款越野SUV 如果将来引入我国的话 价格可能会在RM16万 RM17万之间 最终 北汽基本确定进军我国 据悉 其与一家马来西亚公司达成协议 未来他们又将带来什么消息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